明星能有多没生活常识 举佳琪在生活常识问答中 成功避开了正确答案 红烧肉的颜色尖验是用什么上色的 A 生抽 B 保抽 生抽 解冻肉类用什么温度的水解冻最快 A 冷水 B 热水 热水 很多菜在剧作的谱节后 都有一道超水的程序 大类分为肉类和蔬菜 请问蔬菜超水是用A 冷水 B 热水 冷水 这是把家务小白展现的淋漓精致啊 而许晴连手机卡槽在哪儿都不知道 卡装哪儿啊 嗨 没专过卡呀 这什么呀 这生活技能几乎为零了 张水盈在节目里煮饺子 全全下了 全全下了 我发现 她的做法小茶也是第一次见到 而她接下来的操作更为惊人 窝里含有水就倒油 这不崩油才怪了 接下来直接把热油倒进垃圾桶里 结果垃圾桶漏了还责怪起来 这个压力桶怎么是漏的 这带子是漏的 这带子是漏的 这自理能力实在是堪忧啊 同样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还有送年费 连洗衣机都不会用 在这里装 装这个放在这边就行 哎 哎 哎 这不用太多了 这太多了呀 快一点 为啥呀 然后 把它推进去 对 哎呦 你不是生活的蠢成这样了吧 上面都有字 造业 看来这世人从小到大都没洗过衣服啊 嗯